趁着年轻赶紧背上房贷吧 趁着买得起房赶紧买房吧 房价马上就要上涨了 这一轮出的房地产刺激政策 所有的利好都是给有房产的人的 没有一个政策的利好是给到没有房子的租客的 就是经济周期的利好 只有买了房子的人才能享受到 而这一轮的刺激政策 对于房产多的富裕阶层更加的友好 比如说深圳出台的双政合一政策 还有最近出台的推进超一线城市和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这种政策全部是有产阶层 全部是富裕阶层更加受益的一种政策红利 比如说深圳的双政合一 就给9万套的这种业主 涉及到4.5万个家庭 让他们受益了 他们当时买这种双政合一的大户型的时候呢 比市场同样面积的房子价格便宜20% 现在双政合一了 他们这个大户型的价格就跟普通的大户型一样 就是它的价格又涨了 然后呢 他们又腾出了一个购房名额 然后推进一线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呢 又要给这种大城市的土著有这种小产权房的人 又给他们一些就是红利 比如说对他进行统租房的话 那就相当于给这些房东更高的租金 如果是把他们的小产权进行这个棚改的话 那将给他们房票和一些现金的补贴 那这些个土豪业主呢 他们又有了名额和房票以及现金去购买别处的商品房 去购买这种同一个城市的就是一线城市大城市的商品房 也就是说这一轮的政策呢 是针对这种有产阶层进行刺激 因为这种有产阶层呢 他们拿到房地产的红利之后 他们是有更大的购买力可以释放出来的 那所有的这些政策呢 跟穷人和没有房的人都是无关的 这一轮的刺激非常明显 它将造成这种拥有更多房产的人 跟没有房产人之间的这个经济差距进一步的扩大 以前的这个房地产啊 我们随便普通人啊蹦一蹦都能够得上 但是现在大家看深圳的双镇合一也好 还有这个推进一线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也好 这些都是有产阶层 本身就富裕的阶层更加受益 这些一线城市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很贵了 不管怎么刺激一些从来没有在大城市买房的人 他已经没有钱来上车这种大城市的房地产了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去租统租房或者是公租房 以及共有产权这些政府的保障性的住房了 这样的话阶层的分化就更加稳固了 以前呢所有的阶层都还有一种阶层跃升的幻想 就是我只要蹦一蹦 我都能享受到房地产的红利 我都有可能从房地产的这种政策中 红利中分到一杯羹 但是现在随着这种阶层的分化 随着这个有房阶层他享受到的红利越来越多 他们的资产越来越丰厚 那跟无房阶层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现在就是以前不买房的人 很多已经再也没有买房的幻想了 就只能心安理得的去住这些公租房保障房了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阶层的分化变稳固了 阶层的跃升更加难了 所以说如果在这一轮的房地产刺激中 您还有能力买房的 那千万不要在认知上和观念上出问题 让自己不买房 那你就是房地产红利被割韭菜的那拨人了 而且以后你的买房会越来越难 因为这种经济实力的分化 还有阶层的分化是越来越严重 就是分化到让没有买房的人 再也没有买房的幻想了 对吧 因为这种房地产的红利 经济周期的红利 它都被有房的有资产的人 以及有更多资产的人享受了 这不就是差距越来越大了吗 所以从认知上来说 如果您现在还年轻 如果你买得起房 你是一定要买房的 千万不要听有些人误导你说 不要买房 要通缩 以后的钱会更值钱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像深圳现在很多的租金又涨了 你就算是享受的是 保障型的租房 你的本质也是一个租客 你是享受不到任何的政策红利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写下您的观点 我们一起交流 谢谢大家